沈,沈! 金子,你中里玩玩的干啥呀? 沈,大华,你们娘俩怎么还在家里这么淡定的坐着呀? 怎么了,金子姐,发生什么事了? 金子,有什么事你就快点说,一惊一乍打,快吓人了。 大华,你回来了! 在村口呢,开了辆豪车,咱们全村的人都在那接她呢! 听说她挣了不少钱,在外面开了一家大公司,一个村的人都沸腾了,你们娘俩怎么不知道呀? 你们娘俩怎么还在家里坐着呀? 妈,我怎么还有个姑啊? 是啊,大华,在你很小的时候,你大姑就出去了,所以你太不知道的。 哦,原来是这样吧? 行了行了,你们娘俩知道这个事就行了,我可以去干热闹了,可吻人的! 哎,金子! 妈,赵我姑回来是干什么的?你清楚吗? 哎,大华,管那么多干嘛呀?反正啊,这次她回来,肯定带了不少钱,你只要好好巴结巴结她,把她钱弄到手就行了。 是啊,妈,我得巴结她,巴结这方面,我就在行了。 哎,大华,我怎么没看到你姐呀?她在哪里? 妈,你管她干什么呀?赵我姑回来,跟她有什么关系? 再说了,妈,我姑再有钱,肯定给我这个亲侄子,我才是为这个家传统接待的。 你个臭小子,你知道什么呀?把你姐喊过来,我有事跟她说。 哎,行,妈。姐!姐! 妈,干什么呢? 还不快再过来,走个路默默唧唧的,你看你的样。 我跟你说啊,站起来,谁让你坐那儿了? 妈,怎么了?这还没到饭点呢?还没到做饭的时间呢? 今天的饭啊,不用你做了,给你放天价,出去玩吧。 妈,我也没有地方可去啊,还是在家里待着吧。 我说姐,你耳朵是不是聋啊?咱妈让你出去,你就出去,拿那么多废话。 我,我不是没出过门吗?我也没地方可以去。妈,你就让我在家待着吧,干活也没有关系。 行,既然你那么不想出门,就待在家里,永远都不要出去了。大华,把他关到屋里去。 什么?我做错什么了呀? 你威脑给我干嘛?给我过来。 把他关到屋里。 过来。 快点进去。 快点进去。 你放我出去。 你不是不想出去吗?你啊,就永远在这里吧。 妈,大华,这到底是为什么呀?你干什么呀? 别喊了,再喊,不给你饭吃,饿死你。 大华,我出去。 走。 大华,我出去。 大华,有人请回来,去开门去。 行啊,妈。 你谁啊你? 小伙子,你是谁啊? 我大华。 阿姨,你如果没事,赶紧走吧。 我们家今天还有事呢。 大华? 我说姑姑。 大华,你怎么长这么高呀? 妈,我姑回来了,这是我姑妈。 啊,弟妹,这在家啊? 来来来,大姐,先到里边,坐下啊。 妈,怎么搞的? 这金的姐说不是她很有钱吗? 哎,行啊,现在啊,别说那么多了。 一会儿,咱们先探探她的姐姐再看。 咱们呀,先探探她的姐姐再说。 大姐,你回来了。 大姐,你可回来了。 我呀,都想你了。 弟妹,我也想你们呀。 你看,大华都长这么高了,我都不认识了。 是啊,你走的时候啊,大华还小的呢? 现在啊,都长了大小伙子了。 姑姑,你一走这么多年,你这在回家是干什么的? 大华,你看,我这年龄大了,在那边干活,人家也不要我了。 我这次回来呢,就是不走了,在家,养老呢。 那姑,你这在外面那么多年,肯定挣了不少钱吧? 大华,说起来也惭愧。 你看,姑出去这么多年,也没挣到钱。 要是挣到钱了,也不回来了。 姑,你没挣到钱,还想着回来养老。 你来我们家干什么呀? 大华,我这次回来啊,找燕子呢。 弟妹,燕子呢?我怎么没看见燕子呀? 燕子?妈,那不是我姐吗? 姐,你不知道,燕子这孩子,多不懂事。 5年前啊,她谈了个对象,我不让她愿意,她非要愿意。 这,我也管不住她,她跟人跑了。 什么?燕子跟人家跑了? 怎么,怎么会有这种事呀? 这,这,这怎么办呀? 燕子,对不起,是妈不好。 妈不该,让你一个人,留在这里。 燕子,是妈对不起你,你去哪呢? 妈,怎么回事啊? 大华,不该你知道的事,你就别问。 弟妹,我走的时候,把燕子托付给你。 这咱们说好的,你怎么搞的? 怎么能让我闺女宝廊呢? 你是不是对她不好呀? 诶,大姐,你看你这话说的,什么我让她跑了呀? 她是个大活人,我还得管住她呀? 再说了,你爸孩子撂我这这么多年,你对她不管不畏,你倒是老亲亲了。 我呢?我爸这两个孩子拉着大,我容易吗? 我吃那么多,服那么多链,你知道吗? 哦,妈,那燕子不是我亲姐啊? 弟妹,我知道,你吃了不少苦,受了不少累。 可是,这么多年,我每个月都给你打着钱呢? 我没把我闺女排气你这儿呀。 别给我提钱的事。 你说,你一个月给我打了那么点钱,够我干嘛用的呀? 还给你养孩子。 弟妹,话可不能这么说,我一个人在外面也不容易呀。 行了,妈,别跟她说那么多,她都没钱。 赶紧让她走吧,咱们家不欢迎她这样的人。 那金的姐说那什么豪车,全都是假的,又骗我们。 这是我妈? 行了,大姐,既然孩子都知道说了,你还得走吧。 放我出去,放我出去,放我出去,放我出去。 牛逊姐,放我出去。 放我出去。 燕子,真的是你,出来出来。 弟妹,你不是说,燕子跟人家跑了吗? 我中午是怎么给你交代的? 让你别说话,别说话。 啊,韩天大姐大喊大叫。 行了,大黄,别说了。 我算了,听出来了。 是你们两个把我闺女关起来的吗? 就是我关的,怎么着? 大姐,现在既然你都回来了。 你呀,还是把你闺女给领走吧。 省啊,在我家脱离我。 就是。 行了,没想到你们两个这样对我闺女。 燕子,对不起,是妈不好。 这么多年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受苦,受罪。 燕子,妈错了。 妈真的没想到,你舅妈,她没这样对你。 燕子,妈处于这么多年,挣到钱了。 妈这次回来,就是把你进到大城市去,过好日子。 大华,弟妹,我这次回来,别想,一块把你们两个带到城里去享福。 我看,没这个必要了。 想什么活,穿着破衣服,拿一个破烂,去城里享福。 我看,是去城里要饭吧。 大姐,你这回真正也说瞎了。 刚才还说没挣到钱呢。 现在,又说你有钱了,鬼才相信呢。 弟妹,你说不骗你是吧? 这卡里有50万,你拿着。 谢谢你这么多年,在家照顾我闺女。 本来呢,我只想把大华和你一起进到城里去呢。 我看,现在,没什么必要了。 我在城里啊,给大华买的车子,房子。 我看,现在,也救不到了。 弟妹,这50万,你拿着养老吧。 从此以后,咱们没有,没有这种关系了。 艾特,咱们走。 来,来,大姐,大姐。 妈,这怎么看都不像假的呀? 这,这她说的我的房子我的车。 妈,这都怪你。 你这孩子怎么能怪我呢? 我怎么知道她带那么多钱回来呀? 妈,这可怎么办啊? 儿子,看来这次我们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。 我们这次真的是错了。 走,咱们去找乙姑,给她道个歉。 是啊,妈。 这个世界上,心情才是最重要的。 咱们可不能被金钱迷惑, 赶紧追上去道菜嘛。 走。